似乎我讲到总是和喜乐有关系 总是让我看了喜乐两个字 感谢神 我也希望这喜乐的恩典 今天能加在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 雅各书第一章一至十二节 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一节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请散注十二支派致人的安 我的弟兄姊妹 你们若在外战之中 都要以为大使者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不试验就生忍耐 大人家里的大使头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欠协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赐给他 只要道明的喜喜之后 力量不疑惑 非为大与佛的人 就像海中的洞浪 被风吹落 这样的人 不要想出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大人的神 在大与佛时 都会有并见 卑微的弟兄身高 就开喜乐 福祉三位也该如此 因为他也要过去 如同草花的花一样 好 大家一起 太阳出来 热风花起 草就不干 花也描蟹 美容就消灭了 那富足的人 在他所行的世上 也要这样哀残 对不起 我们一起读十二节 修事犯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四年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允许给那些 爱他之人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是以试炼为喜乐 如果大家问大家试探的话 大家能联想到哪些词语呢 大家想一想 能联想到什么词语 苦难 疼痛 痛苦 难以忍受 是不是 这些跟试炼都有关系 都是尽一词 但是为什么雅各 却在这里 要告诉大家 你们要以为大喜乐呢 似乎喜乐和试炼 是原本相反的 雅各告诉众教会的信徒们 你们要以百般的试炼 为大喜乐呢 从第一节里面 经文里面可以看到 雅各是针对 被遭受逼迫 分散的犹太帝和撒玛利亚的 那些耶路撒罗的信徒们 致信 问他们安 此时 这些信徒们 正在受着罗马 还有一些 一些尖利的犹太人的迫害 所以在这里 雅各第一句就宣讲 就是说 你们要在百般的试炼 百般是什么意思 是各种各样的试炼 你们要以为大喜乐 大喜乐的大字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是全然 你们都要以为 全然有一个喜乐 没有任何的忧愁 显明这些本徒们都受在逼迫当中 想一想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在人生当中 是否也遇到了什么 遇到了苦难 试炼 危机的时候 那么现在这样的信息 也同样 是否在我们的身上 想一想 试炼是什么意思呢 在新约里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 在内的 在我们里面的罪 我们罪会引起 引起我们会遇到试炼 有经文在基波泰前书 六章第九节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罗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之中 那么这样的试炼 是来自我们的欲望 来自我们里面的罪 而引起 还有一种 那就是指外在 外在的苦难 外在的逼迫 我们生活中 必然不可 去逃避的 一些实际的问题 生活上的 经济上的 还有那些不幸的 那些信徒们的指责 昨天我去传福音的时候 有接受的 有接受我们 就是传福音领导 施子心的 还有就是甩个脸 就生气了 不要 我们往往在我们信徒 信徒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 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态 但是我们不必灰心 接下来 雅伯就说 就介绍了 该怎样 从试炼中 能够喜乐 接下来 他就说 信心 知道你们的信心 因为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信 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信心是什么 在西伯来书 第十一章 第一节里面 就告诉我们 信是对所望知识的实底 对未见知识的 确诀 这里面 讲了试验 把试验 换成了试验 就是说成 说明 这次试验 是一个过程 在这过程当中 在试验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生出人耐 想一想 有很多 现在的教会里面 有还没有结婚的姊妹 还有结婚 结了婚的姊妹 结了婚的姊妹 我们要 怀开十个月 要才能生出孩子 那么这十个月里面 我们是怎么样 是要等待 是要忍耐 怀着喜乐的心 忍耐 在这十个月当中 我们有蠕吐的现象 也有身体肤肿的现象 那么经验 你们经过试验 就生出忍耐 就和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女人 生孩子一样 要生出来 要接 经过这个过程 不是说忍耐 就一下子就能生 就能 我们自己就能拥有 是经过苦难 经过问题 之后 得到的这个品质 神 按我们的本样 接纳我们 但是神 因着他的爱 绝对不会按我们 本样的样子 让我们活下去 我们得救 是因为我们 相信耶稣基督 被我们 因为我们的罪 被钉死 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什么 十字架就是罪 因为神 已经说过 被咒试的人 要被 墓主 举起来 十字架就是罪 只有耶稣基督 他被钉死 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的罪 才被射 他的生命 他一个没有罪的生命 才能抵抵 才能抵消 我们的罪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确实已得救 但是这个罪 还是在我们的里面 只是 那个伟大的神 看耶稣 不看我们 看耶稣被我们 所省的生命 流出的宝血 才不 来审判我们的罪 但是我们里面的罪 还是有 上帝 要帮我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他不忍许 有意思的误会 所以 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遇到这样的 试炼 会遇到苦难 那是因为神 爱我 信是什么 信是有确定 忍耐 怎么能忍耐 是因为 有确定的盼望 才能忍耐下去 在彼得前书 第三章 至第七节 彼得写出了这样的话 愿圣赞 归于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 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 不能朽坏 不能 玷污 不能 生产 为你们 留在天上的记忆 你们 这阴谋神 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 所预备 到末世 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 你们 是大得有喜乐 但 如今 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就比那 被火 试验 乃能坏的金子 更加宝贵 可以在 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 得着 称赞 荣耀 和尊贵 我们的盼望 是什么盼望 是神 给了我们 救赎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 是什么样的盼望 是在天上 与我们的主耶稣 一起得荣耀的盼望 我们所受的试炼 要比那金子 在火里练一样 还要宝贵 我们的父神 就像炼金的人一样 我们就像那金子一样 在火里被练 是要成为他 所喜悦的模样 是练习的过程 受是一个途径 信心 经过逆境之火 考验后 质量 炼尽 更有力量 试炼 试炼 并非是要 鉴定一个人的信心 而是要 强化 以永信心 经过试炼的结果 是生出忍耐 罗马书五章三十四节 也是如此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要欢欢喜喜 因为知道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乃是因为 忍耐因为 忍耐是因为有盼望 敢于面对逆境 是我们基督徒 神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世上的人 就是这样 对我们说 你们基督徒 就是逃避 一九世纪 就去找父神 其而 他们不明白 不知道 基督徒 乃是真正的 可以面对的 面对现实的人 因为他们不靠自己 而是靠着主耶稣 趁着我们的力量 去忍耐 行为 需要 事实来证明 我们的行为 也能证明 我们有一位神 就能够满足 唯有神 能带给我们满足 现在 我们只是觉得 我们现在 没有神不可以 我需要神 这是基督徒的告白 但是 这不是基督徒 最终的告白 基督徒最终的告白 乃是 唯有神一位 我就满足 世上的一切 都不算什么 伸出忍耐之后 我们还 神 还要我们进一步 进一步的完全 进一步 要成功 还要继续的完全 但忍耐 也当成功 使你们 成全完备 毫无缺切 有人会想 我们已经成功了 不已经就完全了吗 为什么 还要使 完全 成全 成全完备 为什么还要 毫无缺切 我们人 所给完成的定义 是什么 一点又多 一点又少 多了就化舌天主 少了 就缺切 不完美 可是圣经里面 给我们讲的完全 和我们人的定义 是不同的 圣经里的完全 不是对人所讲 人不是完全 人是缺乏 人是因为 进到了罪的里面 无法完全 完全只有神 他自己 配合成完全 那么对于神的 儿女来说 使用这个完全 那是指的一个过程 神的儿女们 得到了得救的确据 就走在了这条 通往 完全 天赋的道路之上 我们的完全 是个过程 是在走向 完全的这条 道路 旅途当中 瓦台图音 第五章 第四十八节 所以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 天赋一样 神的女儿 奔跑在 通往完全的道路上 最终奔向 那完全 天赋的怀抱 希伯来书 第十二章 第一节 我们既有 许多的见证人 如云彩 绕着我们 就当放下 各样的重担 脱去 容易残累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 摆在我们 前头的路程 这样的来 神的儿女 所面对的苦难 是让我们 更加的 靠近 完全的神 守在这条 旅途中 我们 难免会遇到 苦难 困惑 不解的问题 这是因为 我们的缺乏 那么我们 就应当 祷告 祈求 那我们应该 应该祈求什么呢 很容易 我们现在就祈求 神 你给我解决 这个问题的方法 神 你来医治我的疾病 使我 恢复健康 神 你告诉我 解答 解答的答案 我们通常 是这样的祈求 但是 雅各就告诉我们 你们缺乏了 你们中间 若有缺乏 缺乏智慧了 应当求大 厚次以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 必 主 必赐给他 在这里 还跟告诉我们 你们在苦难中 在问题当中 求的 不只是解决问题 那个答案 那是要求 智慧 求谁的智慧 不是求人的智慧 而是求神的智慧 因为 神 就是智慧的根源 敬拜 英华 就是智慧的开端 走在这条道路之上 信仰的道路之上 我们要求的 当然要求 神的智慧 神 给我们 的恩典 化于是什么 那么我们 在求的时候 就应该 坚定信心 不能有一丝 一毫的怀疑 绝对不能 心怀二义 我们如果有一丝的怀疑的话 那我们的心智 就被撕裂 就不能集中在神的身上 就得不到 神 他的 就得不到 神本来 要给我们的答案 和结果 用信心求的原因是 要我们知道 从神而来的智慧 不是根据 我的计划 我的时间 我想要的答案 来解决我的答题 而是知道 神要按照 他的时间 他的计划 他的策略 来解决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 疾病 也许 这个困难 一辈子 也不能解决 也许 我的疾病 一辈子 上帝 也不给我一次 但是 我绝对 不能怀疑 因为他 因为神 有他的目的 有他的心思 意念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是要求 神 你的旨意 行在我的身上 让我的事情 能够 将你的心意 将你的旨意 呈现在人的面前 神的智慧 能带给我们 使我们更加的靠近他 能够更加的认识他 认识他爱我们 更深深的体会到 神对我无时无地的帮助 也更加会看清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缺乏 我们放下我们自己 已有的本事 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 能够更加顺服 得跟随他 神每时每刻 应许我们 与我们同在 在这样的试炼中 在这样的苦难中 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神 他时时刻刻 都在帮助我们 他时时刻刻 都与我们同在 他没有抛弃我们 没有披下我们 不管 如果不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只能在这个最后的世界里面存活 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的前面 你们在一切的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这个一切 就是每时每刻 随时随地 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见证 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去了 去了修炼会 去了 安眠 去了那个 洛杉的安眠会 洛杉的修炼会 在这一路上 感谢神 我又重新 看了一遍 彼岸 在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 令我感恩的一个故事 也一直在经历着我 让我看清我自己 自私 那就是旧金山传奇 普妈妈的故事 在拍摄 在拍摄 这个故事的时候 普妈妈已经86岁 但是在她的脸上 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她的年龄很大 但一直非常的忙碌 并且非常的喜乐 十分的喜乐 一天天的都在做饭 大伯征 小伯主 不是给她自己 乃是给教会员的弟兄姊妹 谁家生孩子 她就每个星期 去送菜 送饭 一送就是管吃一周 一连要送几个星期 如果她听说 教会里给哪个弟兄生病 她就想方设法的 给生病的弟兄 做可口的菜 一直到身体恢复 并且 她还服侍神的仆人 在美国的那些传道人 牧师 她服侍他们 给他们送菜 送饭 是按照他们生活习惯 按照他们身体的状况 定期的给他们送菜 但是她对她自己 对别人 却是对别人 却是你最好的 最贵的 一点都不珍惜 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但是给她自己 却是剩下了 买那些菜 熬成粥 自己喝 她是愿意无私地 奉献给他人 乐意地去服侍别人 在她的嘴上 却常挂了一句话 她说 神爱我 我知道神爱我 神非常爱我 神就是这么爱我 她就不管是给谁 去服侍 她都要这样的告白 弟兄姊妹 我们告白过吗 我们告白过主 你爱我 神爱我吗 我们在 不信的那些人的旁边 告白过 神爱我吗 有没有 有没有大事地宣告 神爱我 阿妹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一起来 一起宣告 好不好 神爱我 神非常爱我 神就是这么爱我 你相信吗 阿妹 阿妹 如果真的相信 神的爱我的话 我们就不会在生活上的困难当中 未说 逃避 但是勇敢地说 神他爱我 没有关系 因为他爱我 我有力量 因为他爱我 我知道他与我永远在 因为他爱我 我知道他是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可是就是这样的 母妈 却在她 二十多年当中 经历了四次的 癌症的大手术 在每一次的手术之后 神就给了她 七剂般的回复 连医生 连护士 都不敢相信 手术之后第二天 就能吃饭 别人都要喝粥 而他能吃 能吃肉 而他几天 他就能够 又回到家里做饭 他还是在人的面前 在医生和护士的面前 宣告 神爱我 是他保守了我 是他保护了我 是他看了我 所以我能这样的 奇迹把你恢复 弟兄姊妹 我们告白过 神保护我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 神保护我 神保护我们 就是这样 他还在医院里面 借着这个机会 去眷顾 神的心灵 神要 那没有得救的灵魂 回到他的面前 他借着这个机会 得备了机会 去传福音 给护士传福音 让他回到神的面前 让他的女儿 也回到神的面前 那这样看来 神让我们面与失灵 让我们面与苦难 面与疾病 乃是让我们见证他 如果没有这些 我们向世人 见证什么呢 见证他的存在呢 神赐给了普妈妈 美德 是让人配给他 神给了普妈妈信心 好使他 站立的稳 神万般的保护他 使用他成为 更多人的见证 更美丽的祝福 普妈妈 不仅靠着神的大爱 奇迹般的恢复 而且活出 像年轻人一样的 朝气蓬勃 普妈妈活着的目的 就是爱人 爱神 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条 通宝完成的道路上 神的目的 是让我们 学会爱神 爱人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 亚哥又说 我们生命中的 试炼 还有什么 还有经济上 还有经济上的试炼 那么卑微的弟兄身高 就该喜乐 是的 当我们 生计 当我们的生活 提高的时候 我们应当和弟兄姊妹 一同的喜乐 接下来 富足的 降悲 也应该如此 因为 他 必要经过 那如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 热风挖起 草就枯干 花也凋谢 荣美了 就消磨了 那富足的 那富足人 在他行 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这样 悲惨 不管是身高 还是降低 不管是成功 还是失败 是贫穷 还是富足 我们不要 让这些事情 让这些事情 来尝管我们的生命 人生的寝福 是常态 真正让我们喜乐的 唯有永生的神 降悲的身高 我们应该喜乐 富足的降悲 也应该如此 世上 世上的财富 就像破眼的烟远 都会准备过去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三十一集 用事物的 要下 不用事物 因为这世界的样子 将要过去 当失败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 更加靠近神的时候 更是我们 亲近神的机会 也是那些不幸 也是还没曾相信神 的弟兄姊妹 来相信神的好机会 得到神的生命中 在此展示的恩典 再讲我们小的见证 也是彼岸里面 彼岸里面 有一个温哥华的春天 还有一个名字叫 绝境的曙光 是 刘晓宁 刘永宁的故事 刘永宁 是沈阳人 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沈阳的同乡 是不是 沈阳怎么样 要仔细地听一听 曾经啊 九十年代 他是东北的 去打风云的 经济的 经济成功的企业家 在1997年 已经是他成功的最高峰 然而 事业的成功 并不代表 人生的成功 物质的富足 并不代表 心灵的贫穷 很快 刘永宁 就跟着急速 膨胀的财富和地位 使他身上的毛病 也急速地膨胀起来 他曾经去过 拉斯维加斯的 拉斯维加斯的 奥文的赌场 输掉了上亿人民币 陷入了世界 家庭和生命的 死亡的危机 他们 他们夫妻 把甚至仅有的 一点积蓄 投到了移民当中 来去了温华移民 在加拿大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人 都是基督徒 在他们身边 当然 也就会遇到 给他们传福音的 弟兄姊妹 把他们夫妻 带到了他们家庭当中的 圣经学习小姐当中 给他们讲圣经 给他们传福音 有一次 刘伟明生命翻转的时候 是在 他的组长 去到他的家中 邀请他 说刘伟明弟兄 请你做个见证 请你在今晚的 小组会上 做见证 然后刘伟明就说 我不会做见证 我不知道什么是见证 其实他的心里 有一个声音 在呼喊他 呼喊他 今天晚上 有赌球的 有电视赌球的 所以他的心 在时 被那个声音 所诱惑 不想去参加 这个圣经学习 分享会 想干什么 想赌球 但是突然 但是 那他心里 突然又亏生了 另外一个想法 那就是圣灵的恩典 圣灵的触摸 触摸他 推个头来 然后问 组长 你们说的见证 就是 我说我 以前 是祖 以前 是祖徒 现在 我不祖国了 这就是见证吗 组长就说 是的 这就是见证 然后他马上就回答 那我去 就在那天晚上 他站在人的面前 做这个见证的时候 那时候 他得到了重生 从此之后 他再也没去运活 弟兄姊妹 在我的生命当中 每天都有一个选择 每天都要做出选择 因为有诱惑 有魔鬼撒旦的诱惑 还有圣灵 他声音的 他声音对我们要求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要敏感 要接受圣灵的感动 要顺服圣灵的感动 才能 在我们生活当中 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 不屈服魔鬼撒旦的诱惑 神就在我们的身上 做了美好的功 由你 重新活了过来 他不仅戒掉了毒 也还完了债 疾病 也得了医治 他的疾病 他身体有一个 就是天生的 天生的疾病 是五随空洞症 这个是世界很见的疾病 他的这个疾病得医治 是他有天问他的牧师 说 神为什么给我这个疾病呢 然后牧师就说 你看圣经里面有两个虾子 他们天生就是虾眼 神就是要他们 不是因为他们有罪 但是神要借他们 行神迹 来证明神的大爱 和神的大能 来见证神的存在 那刘雨宇就跪下来 祷告 神 我叫我自己 献为国际 我愿意顺同 归下来 感谢神 他的这个疾病 被抵制 到医院里的检查 医生说 你以什么方法 吃什么药 或者你做了什么运动 你还记得去做吧 当我们真心归向神 神就用他的神奇的方法 神奇的 神奇的双手 来扶持我们 而且他也停止了 吃安眠药 他们夫妻重新和好 现在成为一位传道人 带着 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人 走出黑暗 不如光 我们在人生当中的试炼 是我见证神 是我见证神的大好机会 那么最后雅各 又劝你 又告诉大家 经历试炼的人 是有福的 这里面的试炼 被换成了试态 但这个试态 在这里是试炼的意思 人经历试炼 是有福的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冠冕 乃是得胜的冠冕 是永生神 所赐的冠冕 这冠冕 并不是地上的荣华 和富贵 乃是永生的赏赐 完全的救赎 永生神的同在 是圆满的享受 天堂 荣耀的冠冠 现在 我再问大家一次 试炼 在我的人生中 生活中的意义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阿们 大家有这个确信吗 有这个确信 我们就能在这样的试炼当中 得胜的能力 面临各种试炼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出喜乐的反应 对生命各种不幸 而不是做出愤怒的投诉 而是以喜乐来勇敢的成难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 我们要坚定我们的步伐 奔向那完全的天赋的怀抱 下面我用一首赞美的歌词 来结束今天的讲道 任何的困难 任何的环境 都不要惧怕 全能的上帝 他必保护你 你不要惊慌 更不要惧怕 全能的上帝 保护你 纵然是缺乏软弱 是疲乏软弱 无助的时候 全能上帝 他必抗护你 人生的惊慌骇浪 临到的时候 全能上帝 他必保护你 主 你是我的磐石 主 你是我的山寨 主 你是我的盼望 我的力量 我的耶和华 阿们 讲道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